你好,我是佳白丽 在上一小节当中我们学习了CSS样式的重叠 那么接下来这小节 我会用6分钟的时间来教你如何进行CSS优先级的判断 你将学到如何进行CSS选择器的权重计算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这里有一个P标签 P标签里只有一句话 然后在我们的内部样式表当中 我写了这么多的选择器来设定文字的颜色 然后大家仔细看会发现 这些选择器全部都会作用在这个P标签上 因为P标签身上既有类别又有ID又有内部样式 也就是说这些样式全部是冲突的 它都作用在这个P标签身上 那么现在这个文字到底该是什么颜色呢 我们来看一眼页面上的实际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文字颜色是紫色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内样式是优先生效了 那如果现在我把行内样式去掉保存一下 大家再来看我们会发现文字颜色变成了蓝色 也就是说现在是ID这个选择器的文字颜色生效了 如果我把ID的文字颜色再一次去掉 我们再来观察会发现文字颜色变成了绿色 也就是说现在是类别这个样式生效了 如果我把类别也去掉 我们再来看文字颜色就变成了红色 说明现在是标签选择器在生效 如果我把标签选择器去掉 最后我们发现它变成了橘黄色 是通用选择器在生效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选择器之间是有优先级的 我们能大致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就是行内样式的优先级大于ID选择器 大于类选择器 大于标签选择器 大于通用选择器 但是光掌握这个规律是不够的 因为遇到一些复杂的情况就比较难处理了 比如说你看这样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所有的选择器 其实都是在针对超链接设定它的文字颜色 所以很明显这些选择器它们之间也是冲突的 这个时候浏览器会根据权重值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当样式发生冲突的时候 谁的权重值高谁就生效 那权重值该怎么计算呢 这里我给你一个表 你只需要记住这五个东西就一劳永逸了 通用选择器它的选择范围最大 所以权重值最小 它只有0 标签选择器权重值是1 然后是类别选择器 然后是ID选择器 它的权重值是100 最后是行内样式权重值最大是1000 当我们遇到一个这样的选择器 它表示的是box ID下面的P标签 下面的tt这个类别 那么它的权重值到底有多大呢 其实你只需要把这三个标签的权重值相加 得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对比一下这个选择器 我们可以很容易明显的看出来 上面那个选择器的优先级其实更高一些 对于初学者来讲 计算权重值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这里我再教你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规律 那就是选择器选择的范围越小越精确 优先级就越高 你可以把这个规律来套用一下我们刚才的选择器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例子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选择器的权重值先计算出来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选择器的权重值都已经算好了 我们现在挨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超连接有哪个选择器是对应它的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第一个 它的权重值为1 也没有别 这应该是黄色 我们可以看到页面上确实是黄色 那么第二个超连接对应它的选择器 实际上有三个 但这里我们也能很明显的看到 哪一个权重值是最高的 应该是最后一个 所以最终它的颜色应该是黑色 我们看到页面 它确实是黑色的 那么第三个超连接 针对它的选择器 实际上有四个 那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 从我们的权重值当中看出来 谁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所以页面上最终显示的就是红色 最后我们再通过一个实战练习来看看 选择器在实战中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新闻列表的这么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列表当中我利用了一条虚线来做了分割 也就是这个样式 我们用了dashed这个样式是一条虚线 像素是EPX 颜色和灰色 那么现在这个案例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不想要最后一行这个虚线了 我怎么把它去掉呢 我们现在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 我给最后一个li加了一个类别 单独写了一个等于class 然后我在这里写上一个类别 叫class 把它的边框去掉了 可是我们在页面上发现它并没有生效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原因了 那就是这个样式的权重值太低了 导致它没有生效 那为什么会太低呢 那是因为我们看这里 在生成边框的这个样式当中 选择器的权重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选择器的权重也增加一下就OK了 因为这个li也属于这个id下面的元素内容 所以我可以在他的前面也写上id news下面的这个类别 这个时候它的权重值就会比上面这个要高了 然后我们看到页面上 果然最后一个边框就去掉了 要熟练的掌握选择器的优先级 需要大家在私下里多做联系 好的这一小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再见